上千名移民走在街頭 拿著標語和國旗 但他們不是在進行一般的示威 而是希望美國不要再把他們 繼續當成是政治工具 這支移民隊伍平安夜在墨西哥南部邊境的 塔帕朱拉市中心廣場度過 他們多數是來自中美洲國家 而根據地方當局估計 這裡每天都會有約8000人的移民隊伍通過 其中包括為了養活兩個女兒 被迫千里家園的海地移民基因 跟遭到犯罪組織MS-13 脅迫下逃難的宏都拉斯移民桑托斯 在大批的移民潮中 隨處可見這些令人心碎的故事 為協助美國解決移民問題 末國總統也宣布加強南部邊境管制 而他也預告會在27日 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與美國國土安全局秘書等人 討論相關政策的事實 尽管拜登政府也在盡力加強邊境管制 前總統川普仍將炮口朝向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根據川普的說法 一旦重返白宮將會繼續進行邊境圍牆的建築計畫 並且重啟非莫國移民 必須在庇護申請程序完成前待在墨西哥的政策 同時將會以刑事訴訟 起訴任何在邊境被逮捕的非法移民 環宇新聞發言知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支持天臉 麻煩將вед點 我們是柏 更加小鈴鐺